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堅持開封 今次我會和大家開封這個恐怖電影 怪形的 Blue Way 和這個 怪形前傳的 DVD 中文那裏很有趣, 舊版 就叫怪形, 但這個前傳是二種2011 其實整件事好像沒什麼疲倦一樣 二種是另一套電影才叫二種 不知為何他將怪形變成二種2011 另外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這個香港版 其他版我就不知了, 但香港版的前傳是加了2011 但你看看外國的版本, 其實是沒有2011這個名字 即是用回英文的, 就不會說無故加一個2011 怎樣說呢, 其實原本我以為 要不就買兩隻DVD, 要不就買兩隻Blue Way 但怎樣說呢, 有時候真的沒有那麼完美 因為正傳只有Blue Way, 沒有DVD 但這個前傳只有DVD 唉, 真是 其實我原本是想著, 以前我曾經有想過 就是買它那個Bot Set 即是有正傳和前傳的Bot Set 但後來就沒有買到, 即是日子久了 遲些才買, 遲些才買 搞到現在呢, 一隻Blue Way, 一隻DVD 其實怎樣說呢, 我想都不是很差的 應該是不是 好啦, 現在就這樣輕輕看一下 這隻碟未開封之前的樣子 我們先看看藍光碟, 正傳吧 其實這套東西 最近就出了4K 還有一些鐵盒版 即是新的Blue Way鐵盒 之前就出過的 現在就直接出一個4K鐵盒 香港就沒有啦, 只有4K加Blue Way 好像是 但台灣就很尊重了 出那些又有海報又有書 非常好 全新, 這裡寫了 藍光高清影碟, 怪形, 避中文字幕 大致上這個是這樣 跟著這個前傳的DVD 就是 告訴大家有這個 道比數碼5.1版本 即是那個聲道那些 寫著呢 這裡就貼了一個2種2011 原裝 英語對白, 還有一些什麼字幕 其實原本我很怕很擔心 是什麼呢 就是多了2011也不要緊 最慘的是 我最怕的是 有些碟的標題是會寫中文, 不是英文 如果大大隻字2種2011 那就慘了 那就很肉酸了 就是完全跟這個 是 難怪的 那現在事不宜遲 拆掉它們看看 好了 話這麼快我就開封了一隻碟 再看一次這個正面 即是那個 碟的正面就是這樣 那 有一個好像怎麼說呢 一個在雪地上面的人 即是那些 毛毛衫 還是好像穿到 愛 絲 還是什麼 機魔人 即是住 是不是叫冰屋 那些呢 那些 總之是一些 怎麼說呢 是像一些雪地探險家 那樣的 人緣 那樣 那樣 那樣的樣子就發光 那樣 那樣 英文就標題 Dervin 都幾大個標題 以前那些設計就是 以前那些設計就是 就是這樣 那些標題就很清晰 那樣 非常好 另外這裡有一個環球的標誌 那樣 另外就是 旁邊 有些少少歪歪的 這個 不是那麼對稱 那這些就可以自己收拾 那另外就是 那有個編號 和環球標誌 和一個周立的標誌 那因為呢 這隻碟呢 是周立出的 對啦 那其實怎麼說呢 環球的東西都是周立出的 就是現在 例如到無米城那些 那些 那後面就有些簡介 那樣 那還有一些 怎麼說呢 就是那些特別收錄 那樣 那這裡就告訴別人 有些什麼聲道 和字幕 那樣的 還有畫面的比例 那 這個是香港版 那由周立出的 那這套東西就是二級B 那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Dervin正傳的Bullway 那現在打開裡面看看 那這隻碟呢 就是這樣 那其實 這樣看法 就是那些叫什麼 尾版嗎 還是 鷹版 我不知道 就是在外國 直接進入才會是這樣的 那 OK的 也 如果香港真的 自己出一隻碟 這樣 就應該不會有這麼多 就在這些 那東西 那樣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DVD 先 這個前傳的DVD The Fing 2011 其實 再說一次 外國是沒有這個2011 在香港自己加下去 那外國是什麼呢 就是就 tantoThe Fing 即是跟正傳的一樣 這樣 那側邊 又有個穿了很厚的衣服的人 其實它的設計和這個設計是一樣的 但這個設計好像沒什麼變 但這個設計是有問題的,已經在變了 但這個設計是沒有發光的 這個設計是實景圖,再加效果 但這個正傳是一個畫出來的 畫出來是各有各風格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風格 但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隻碟的旁邊 也是周立出的 後面 有些劇照,有些角色 這裏有些簡介 這裏也是有些BOMLESS 雖然是DVD 但也有些BOMLESS 但當然沒有BOOL A 這裏是寫著製作人名單 幾多分鐘 畫面,還有聲道,還有字幕 有哪些字幕 這裏有個周立的Logo 這裏只是購買,就不是租售的版本 其實這裏跟正傳是一樣的 也是二級B的 這裏是港版DVD 這裏是三區 好,看看裏面 裏面就是... 咦? 我反而覺得這隻碟做得不錯 是一個... 這裏其實有點遮蓋了 不太清楚 但這裏是很清楚看到的 即是正在喊,然後變異 而且... 這隻碟還不錯 好,現在可以多說一些 好笑 那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我自己本身就未看過 即是... 大概知道那個內容是說什麼呢 即是... 我也知道的 那... 就... 怎樣說呢... 其實就... 舊版呢... 就怎樣說呢... 可能那些特技是... 即是一些... 那些人會變異 就被那些... 被那隻怪物呢... 賞身 那樣... 以前那些... 怎樣說呢... 那些特技就比較... 全部用了實體的東西 對啦... 全部兼的 就不是用電腦那樣 那樣... 但是就... 我覺得... 以前雖然有些東西 可能是... 怎樣說呢... 是假啦... 可能那些叫做 但是就... 我覺得以前呢... 他做到那些... 可能在一個人呢... 那個胸口呢... 打算解剖的嘛 跟著無緣無故呢... 變了一個大口 夾著那個人的手呢... 那些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有創意啦... 即是以以前那些年代來講 即是沒有依賴到那些... 電腦那樣... 甚至可能那時候的... 怎樣說呢... 電腦特技... 我想都不是說那麽... 那麽勁那樣... 所以就... 以前呢... 怎樣說呢... 即是他怪形呢... 第一...這個正傳呢... 他真的做到... 拍了出來這樣呢... 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那另外就... 怎樣說呢... 新版本... 即是... 怎樣說呢... 這個... 前傳啦... 因為拍攝的年份不同啦... 所以那些... 特技的畫面都好一點啦... 那麽就... 怎樣說呢... 但以前是... 以前就... 怎樣說呢... 我覺得他做的那些... 效果就... 怎樣說呢... 是假的啦... 但就很有誠意啦... 但這一個就... 怎樣說呢... 有時候的... 有時候的... 怎樣說呢... 一些新的片呢... 就會是... 太依賴特技... 但就沒有了那個... 以前那些的效果那樣... 那... 另外都可以說下啦... 其實他... 這個... 前傳呢... 結尾真的非常之好... 是很順利呢... 就... 連到去... 正傳那樣... 那麽OK的... 正的... 那麽OK的... 這條的開封片呢... 就開到這裏先啦... 那麽多位觀眾... 那麽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like或者share...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你可以... 訂閱我的頻道... 我第一條影片再見... 那麽多位...拜拜...